把速度发挥到极限的F1 是让所有人都热血膨胀的运动 在这个风驰电车的世界当中 每年能够全力驾驶F1 在赛场上拼搏的F1车手 在全世界只有20个 而其他人可能连坐进F1坐舱的机会都没有 除非你钱多的没地方花 如今体验F1的试车机会是越来越多 像威廉姆斯这样的私人车队 甚至会以这样的收费试驾活动来养活车队 但是F1并不是那些纹固子弟能够驾驭得了的 能够通过车队的测验获得机会的人 他的专业性肯定要远远高于普通人 我们这些年来忍不住想要重温赛场氛围的 前F1车手不在少数 赛车圈还特别流行跨行的交流活动 而有的则是明星来打卡 又或者是受到赞助商的邀请而来 甚至可能还有手下的儿子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有着悲伤的结局 1980年出生的玛丽亚·德维罗塔 是一位出生于赛车世家的女车手 父亲姐妹都是赛车手 在2001年 31岁的玛丽亚在雷诺车队完成了F1的试驾 她驾驶着2009年的雷诺R29赛车 在法国保罗里卡的赛道完成了300公里 2012年起效力于马鲁西亚车队 担任试车手 她是F1赛事自成立以来的第6位女性车手 但在英国达克斯福德机场首次试车时 发生了严重的意外 据说赛车在完成测试回到临时维修区的过程当中 突然出现了一股加速的脸 赛车是直接钻进了一辆卡车的尾部 车手的头部是直接碰撞到了卡车 受到了重创 你在经过了送医抢救之后 她的生命没有大碍 但是颅骨受到了创伤 不仅失去了右眼 还失去了味觉和嗅觉 在三个月之后 她戴着蓝色的眼罩 重新出现在了宫中的事业当中 玛丽亚表示她还热爱着自己的F1事业 已经开始为重回F1赛场而努力 但F1历史上从来没有独眼车手驾驶赛车 所以她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疑问 一年之后 她被发现在塞维利亚的宾馆房间内 死于突发心脏病引起的心脏骤停 而这一天也恰好是她受伤后 首次与宫中见面的一周年的日子 在电影中经常飙车出演的阿汤哥 汤普克鲁斯一直都非常热爱赛车运动 也曾经驾驶过多款赛车 2001年红牛F1车队的公关看中了这一点 邀请他参与赛车影片的录制 他就毫不犹豫地火速冲到了 美国加州的VeloSpring柳泉赛车场 而红牛派出了以前F1车手 库德哈德为首的团队 来到美国为阿汤哥提供协助 虽然期间出现了一段F1越野的桥段 但阿汤哥上手的表现 还是得到了职业车手的夸赞 当时他的最高时速跑到了291公里每小时 只比职业车手慢了6公里 F1赛车也是车 说到车就不得不替Top Gear 身材小巧的主持人Richard Hammond 在第十季第八季当中 驾驶阿龙所夺冠的最后一台V式引擎赛车 体验了一把F1的感觉 也展现了赛车经验不多的普通人 接触F1的过程 那么首先是要经历一系列的体格训练和测试 再从F4方程式雷诺2.0这样的入门级赛车开始适应 然后再挑战500匹马力以上的单座赛车 最后才能够更好地享受驾驶F1赛车 而不是直接下到失禁 通常这些流程走下来是要花上好几天的 而Top Gear需要在一天之内就完成所有的内容 虽然它完成了大部分镜头的拍摄 但是据业内人士的判断 很多车外的镜头还是由其他的专业车手来驾驶的 难道可能是因为Hammond的刹车踩不到底 F1这项赛事的中心在英国 英国人也非常热衷赛车 热爱F1 但据说英国纵横政坛的铁娘子 首相萨切尔夫人却因为赛车 被自己的儿子折腾的够呛 她的儿子叫做马克 从小就经常在学校里面和同学打架 长大了到了20岁就立刻买了跑车 要带着美女去兜风 自以为驾驶技术一流的她 没想到在10天之内就出了两次车祸 由于情况比较严重 因此事故部门把车和人都扣了 正在国外访问的 萨切尔听到自己的儿子被捕 可是急坏了 赶忙结束访问 回国把自己的儿子给捞了出来 1982年 29岁的马克参加了巴黎达克尔汽车拉力赛 去寻找速度与激情 释放一下斗指 萨切尔以为自己的儿子终于能够消停一阵子了 但是这次大力赛 马克又给母亲丢脸了 整个比赛那么多选手 他居然成了唯一一个迷路的车手 那么听到儿子马克失踪的消息 57岁的铁娘子 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掉下了眼泪 好在最后还是把儿子给找回来了 而在接下来的1983年 据说马克又坐进了 威廉姆斯的FW80赛车进行了测试 不过F1历史上 似乎没有记录下这一颗的照片 只有一张萨切尔夫人 坐在1982年莲花赛车上的照片 所以事件的真实度还有待考量 就在汽车节目Top Gear拍摄完了 F1的驾驶内容之后 竞争对手Fifth Gear也开始筹划相关的内容 他们找到的是英国的明星厨师 詹姆斯马丁 那么他本身就非常喜欢赛车 在业余时间会离开厨房走进批房 想试着要把自己砍瓜切菜的本领 运用在赛车上 作为业余车手的他 在节目当中试驾了96年 搭载V式发动机的贝纳通B196赛车 当时两档节目是使用了同一条赛道 记得当年Top Gear是只花了一天的时间 而Fifth Gear则强调马丁只有半天时间 由于赛车和赛事的种类繁多 车手之间也常常会在厂商的牵头下 进行跨航交流会 摩托GP的世界冠军小飞侠 瓦伦蒂诺罗西 曾经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驾驶F1赛车进行测试 虽然他的首次测试遭遇了雨水的下马威 不过之后罗西的表现都非常的抢眼 他的成绩只比世界冠军麦克尔舒马赫的最快圈慢半秒左右 而且圈速比经验丰富的老将 韦伯 库达哈德 特鲁利等等都要快 当时车王舒马赫开玩笑说 如果罗西转到F1发展 比自己去开摩托GP要更简单 他在两轮上拥有的这种特殊的感觉 完全可以用到四轮赛车上面 那么大家觉得从摩托车向汽车运动发展 与相反的路径相比 哪个要更简单呢 那么当时的围场内是一直传出 罗西会加入法拉利F1车队的消息 但是当时的罗西处在摩托GP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 转战F1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 就像现在的哈米奥顿说 要去跑两轮一样不切实际 不知道为什么 赛车圈内的几个塞巴斯电都跑得飞快 F1拥有世界冠军塞巴斯电瓦特尔 而世界拉利锦表赛有一个世界冠军 叫做塞巴斯电勒布 人称路霸的他在巅峰时期 对任何的四轮项目可以说是首到勤来 他在第一次接触F1是2007年 在赞助商为雷诺组织的演出当中 他试驾了阿龙索的冠军赛车雷诺R26 在采访当中 他说自己的心情甚至可以与第一次当父亲是相比 甚至比他上周第四次拿到WRC的世界冠军哈耀兴奋 看来拉利对他来说确实太无聊了 一年之后 勒布参加了红牛车队在加泰罗尼亚赛道举行的季前测试 好了将近100圈 最终在成绩单上排名第8 只比当时速度极快的宝马车手库比卡慢了0.1秒 而之后库比卡去跑拉利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在拉利这样一项非常依赖直觉的运动当中 诞生了许多出色的车手 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 就是克林麦克雷 他技术高超 喜欢追求挑战 而且一身试胆 每一个弯他都大角度飘移进去 去压榨极限 只要能够开快的情况下 他绝不为了求稳而去降低速度 他在28岁生日的时候 斯巴鲁的赞助商英美烟草公司 为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在银石赛道 与乔丹F1车队的宣传活动中 首次驾驶乔丹的F1赛车 他在银石短道飞了20圈 圈速只比当时乔丹的专职F1车手布袋书 马丁布罗尔德慢2秒 在之后就传出了麦克雷转战F1的话题 是说当时2000年 捷报F1车队加入这项运动之前 麦克雷曾经为捷报F1车队做过一次测试 但是他曾经说 这其实只是福特公司的一点公关手段 想要制造一点酷使 如果没有2007年的那一场空难 我真的很希望看到他能够出现在F1的发车阁上 F1是一项烧钱的生意 每当赛车动起来的时候 需要获得足够的媒体曝光度 才能够把烧掉的轮胎和汽油飞转回来 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个车手 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开过F1 1976年和1977年的摩托车世界冠军 传奇车手巴黎悉尼 他在飞舰车队Aros安排了F1的测试 因为这次测试是车队负责人 以朋友的身份给他的一份个人的恩情 所以他想办法把这一切都掩盖得非常的神秘 他偷偷的戴上了车队负责人 Jackie Oliver的头盔 在媒体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面对摄像师的长枪短炮 跑了整整的两天 F1赛车的设计师 会想去开自己亲手设计出来的猛兽吗 F1传奇设计师纽维 是近十年来F1赛车空气动力学设计的领航人 他所在的车队已经赢下了十届年度总冠军 曾经分辨在乌联姆斯 麦克拉伦以及红牛车队设计出统治全场的赛车 要是我是车队老板 纽维说想开开看他自己设计的车 那我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所以在2011年的Goodwood赛车节上 他就驾驶了自己设计的众多红牛赛车之一 说不定纽维私下里开过的F1赛车 可能比大多数职业F1车手还要多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通过点赞投币收藏评论分享等等来支持我们 我是VY安菌 我们下次再见